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节点的属性 我们节点的属性 我们分成划分成这么两类的属性 一类叫做原生的属性 或者有的地方叫做固有的属性 它是表示在html里边已经定义好了 比如说某一个标签 它就有哪些属性 比如标签有id属性 有class属性 有内部属性 y的属性 就这几个名字 这些属性名称是html都定好的 那这些属性我们把它叫做是原生的属性 然后其他的属性 像我们可以在标签上自己写一个属性 我写个abc的属性 我写个def的属性都行 这种属性就属于我们自己命名的 属于自定义的 它不是html规定的名字 以前有没有这么写过 知不知道可以这么写 div 它可以有这个id属性 我们取了比较div1 后面我还可以取一个 它有个abcd的属性 等于 一个指令等于100 这样放语法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这个abcd呢 html本身它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你如果是id的话 html知道 这是它自己定的名字 你value也是html自己定的名字 自己定的 但像这个abcd的话是属于我们定义的 属于我们后面可能要用到的 我在标签上我保留一个100这么一个值 我后面的gs里面呢 我从标签上去取这个100 那没问题 我们自己定义自己用 像这种属性呢 我们叫做是自定义的 那前面呢 就是abcd规定名字的 我们叫做它的原生属性 或者是固有属性 那这些属性的话 原生的属性的话 它会自动的 就是这个标签的 标签对象的一个属性 像这些id 比如我现在要获取到 我获取一个标签之后 我又想要取到它的id值 我们前面有这个ulb的圈 我就取ulb的圈 我点上一个id 就能够取到这个ulb的圈 它的id是多少 就能取到id是ul1 直接用点的语法 把它它本身就是个对象 那访问对象的属性 就用点的语法 直接访问 没问题 那这是呢 针对这个 我们叫做原生的属性 或者固有的属性 这些本身就有了 你这样写呢 它能够认识 它知道你是找哪个属性的 但是呢 针对我们自定义的属性 像我们这个dv1的话 vr这个dv 等于document.shan getelementbyid dv1 获取到它之后 console.ro 这个div 点上它的id 取它的id没问题 同样没问题 但是取它的abcd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 id是div1 没问题 但是呢 它的abcd这个属性 得到的是andifind 本来定义的是100 你得到的是andifind 也就是这种方式呢 它得不到 自定义的属性 用点的语法 你是求到的 所以这是呢 原生 我们叫做原生属性 那可以呢 使用这一个点语法 获取 然后这一个呢 自定义属性 那不能使用这个点语法 那么自定义的属性 该怎么办 所以它还提供了 有另外一套方法 专门提供一套方法 你就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属性 用点的方式去获取了 我单独给你提供一套方法 你用这一套方法去获取 然后它提供的方法呢 就是针对这个属性的一套 一套操作 获取的 设置的 删除的都有 那获取的呢 它叫get get开头的 get attribute 你找一个标签 点上 一个get attribute的一个方法 传一个属性名称 它就给你把属性获取到 那获取到了 就给你一个值 获取不到 那就是no 就没有值 然后设置的话呢 就是set attribute 你设置 设置一个属性 那给一个属性名称 设置一个值 那就用set attribute 然后呢 has attribute呢 是做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标签 有没有某一个属性 然后这个remote attribute 就移除 移除掉某一个属性 那这是呢 通用的啊 就是原生 原生属性 然后呢 自定义属性 属性 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标准的方法 一套方法 我把前面这个ul的 先注释掉 就针对我这个div来说 我首先获取的话 我可以用了div 点上这个get attribute 后面是 attribute是属性的意思 获取属性 传一个名称 要传个id 获取它的原生的这个id属性 然后呢 我获取它的自定义的 我这个abcd的属性 都能够获取到 id是div1 自定义的这个abcd 这是100 这是获取的 如果要设置的 设置的话呢 是要用那个set 把那个g 把get把那个g改成set 改成s set attribute 那传一个名称 就需要给它传一个值 我们把id的改成div 这个110 4个1 那把它的那个abcd abcd的属性 我改成呢 这个1万 那前面改s 设置 set attribute 是设置的 那设置之后 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 这个页面上的标签 你设置之后 它是写到页面上去的 我们就在页面上去找一下 你看id呢 是div4个1 abcd的值呢 那是1万了 就说明改上去了 这是修改 分别是获取 然后后面这是设置 设置 然后呢 判断 判断 那可以呢 用console.rog 我们先反应 然后取div的pads attribute 你判断 你判断它有没有哪一个属性 你得传一个属性名称过去 判断它有没有abcd这个属性 得到一个值处 说明它有 我们定义过了 说明它有 那也跟它这个 defg 它就没有 它就破死 这是判断的 然后呢 是一个删除的 删除呢 用div点上 是remove 这个 attri but attribute 传一个名称 叫abcd 移除掉 刷新 查看一下这个页面 在element里面去看 它就只有id属性了 那个abcd就没了 这是移除的 这是对于属性的呢 这么几个操作 那原生的属性呢 用这个div的译法就行 比如给它设置的话 前面是获取啊 如果设置的话也没问题 id等于div呢 这个100 这边100 所以相对来说呢 操作原生的属性 我们就用div的译法 很方便 直接用div 属性名称 获取 那后面等于一个值的话 就处理设置了 所有的原生属性都这么获取 最方便 然后呢 如果说涉及到自定义属性的话 就可以用后面这些方法 原生的也能用 但是呢 学起来就麻烦 所以我们原生的就前面九个译法 那这里面包括哪些属性呢 像 常用的 常用的 这个原生 属性 像这个id 然后像这个value 像这个name 像这个class 单注意这里class呢 有点特殊 class呢 它得换一个名字 叫做classname 因为class本身是个关键字 所以呢 不用它了 用操作这个样式的话 就得用这个classname这个属性 就加了一个name在后边 就避免呢 就和这个关键字能给大家去弄开了 那其他的属性呢 都直接用原来的属性名称 就html写的那个属性名称就行 然后class属性呢 就单独用classname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要给这个dv 给它的classname 我获取的话 那现在它是没有写的吧 我现在没有给它加那个class 它什么class都没有 那直接获取 就是空的 这其实是有一行的 有一行输出 但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然后如果给它加上的话 设置dv的classname 就等于 比如说等于一个hello 先查一下 它就有一个class是hello 那接下来如果说 我要在这个hello的基础值上 我要再给它多加一个class的话 当然应该怎么操作 我现在有一个hello了 我要在它原来的class上多加一个 首先如果多个class放一起的话 是不是应该空格格开对吧 hello 应该是空格格格开 但我现在不想就直接把原来有的又写一遍 那就怎么做呢 拼接 就加等于就行了 我们在原来技术上 原来我有个hello了 我后面就给它继续取出来 在拼接上一个hello的 因为整个class属性 它是可以有多个这个内名的 但是多个内名是放在一个字符串里面 是这么写的吧 你写多个内名的时候呢 是放一个class 里面是放了多个内名 用空格格开的 所以如果想要去追加的话 你不是说把原来全部替换掉 你是想要在原来技术上 再加一个 那就用加等于 那注意追加的时候呢 后边这里最好写个空格 因为它原来的这个class 后面不一定有个空格 所以我们自己加的话 尽量给它加个空格 我在它这上面呢 写一个class 本身写一个三个A 写三个A 我直接用这个等号hello的话 直接把它替换了 原来我的印象 直接写是三个A的 现在我用这个等于hello 就把它替换了 然后我后面再多一个 加等于这个word的话 就hello空格word 有没有问题啊 能不能跟上 好 这是对这个内名的操作啊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 就是一个内名操作啊 操作 那class呢 是关键字 那需要呢 使用 class name 需要使用点class name 这是替换 替换原来的 内名 这是追加 后面这个加等于 就是追加 新的内名 就追加 这是对于内名这个特殊的属性啊 它的操作 其他的呢 像id啊 value啊什么的 一般都是呢 直接等重新复制的 这是对标签的这个属性啊 它的固有属性 然后呢 包括它的这个 其他的属性 自定义的属性 那可以用这么几方案 好 好 好 这些 这个 这些 Border 这些 的 感谢观看